加油 安心家訪已經第三天 但慈濟志工依然滿臉笑容 往麻豆區海埔里 淹水家戶去拜訪 有一個慰問姓 娘在那邊受驚 行動不便的阿嬤 無法閱讀慰問姓 沒關係 志工念給你聽 淹水 要把你們關懷 說你們可能有受驚 你有驚到嗎 好 阿嬤有驚到 再來把你們推驚 連日淹水的驚恐頓時傾瀉而出 志工傾聽與陪伴 讓阿嬤露出笑容 大街小巷逐戶拜訪 聊天之間志工仔細觀察 居民可能需要的協助 像這位長輩 腳都紅腫了 出現異狀 就怕泡水引發感染 志工初步處理傷口 台南的積水褪去 但關懷依然在 志工一步步踏進受災戶家門 傳送溫暖 大愛新聞 珍善美志工 洪高冰 陳和生 台南報導